这个男人终于重振雄风,开启老六模式 对方虽然有两人,但修为都比他低 可汉里却故意隐藏修为伴侏吃老虎 他演技精湛,假装谄媚笑脸 放松对方警次,成功套出重要情报 二人竟是元武国第一修仙家族富家之恩 只知道对方身份,汉里觉得此刻出手人不稳妥 于是故意下套,谎称想加入二人一起行动 真假只有两人,是否有些人手不足 果然一切尽在汉里算计之中 对方心眼远远不如无日间尽说漏嘴 话音高落,汉里便露出真面目 既然没有更厉害的修士躲在暗处 解决眼前二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汉里出手乌龙座,正面强攻 逼迫老者用出铜壁法器防御 然后放出四个傀儡从侧面快速绕过堵住他们身后 再加上左右两侧房屋,富家二人想逃只剩上方 而且这里还有一处细节 傀儡并非小蜥蜴,而是人形傀儡 比小蜥蜴更高一级 汉里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两层 第一不光要灭了二人,而且必须绝对成功 因为二人来自元武国第一修仙家族 如果逃掉一个都会暴露自己影响跑路计划 第二对方的铜壁法器 汉里第一次见,并不熟悉其无一能 情报不足的条件下只能被动求稳 果不其然就在傀儡射箭的一刹那 铜壁弹开乌龙座三百六十度旋转防御 汉里眉头一皱立刻心生一致 他利用铜壁挡住老者正面视线的一瞬间迅速秒掉老者 看似只有一剑,实则却有双保险 仔细看剑砍的是头部位置 四把飞刀攻击腹部 同时攻击两处要害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而且汉里一环扣一环 自杀老者后从地面向上偷偷释放数把飞刀 一方面可以封住上方逃跑路径 另一方面自下而上 比起自上而下释放隐蔽性更强 而且这样做也能为自己下一次出招争取到观察时间 而汉里要观察的就是确保老者已经挂了 其实汉里的策略非常谨慎 虽然对方两人修为都很低 但他还是选择逐个击破这种最稳妥的方式 因为老者一挂,练齐修饰便毫无威胁 只见一把飞刀贯穿胸口 练齐修饰当场毙命 可汉里依旧谨慎 在飞刀刺中的一瞬间就把练齐修饰束不住 而且还拉到自己跟前确认一下是真挂还是装死 等确认完两人双冲断刺后果断填包 质复杂又缜密汉里实质操作起来干净利落非常熟练 手段显单发达了